哈囉 大家好 最近天氣真的非常寒冷對不對 好多小朋友啊 都感冒了 我們家的也不例外 所以啊 當他一直在咳嗽的時候 我媽媽就用這柳丁加鹽 去微波爐加熱之後弄橙汁給他喝 結果居然很有效耶 結果查網路發現 原來這個橙皮啊 它有兩種成分 有可丁跟橙皮油 這兩種成分是可以止咳化痰的成分喔 所以啊 很適合這個酒咳不育的小朋友 而且這個真的完全沒有任何的副作用 首先啊 我們這個柳丁拿來的時候啊 我們需要用蔬果清潔液 我們在這個水裡面啊 吸吸吸 哇 要洗得很乾淨喔 因為啊 不僅有農藥之後 它可能還會有果辣 或者是下油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 我們啊 再用這個鹽加到水裡面 把它浸泡20分鐘之後 我們就用這個刀子 再上層平切 就是平切成這一片 那露出果肉出來 都露出果肉 我們在上面灑這個 一點點的鹽 灑一點點的鹽 讓它可以這個滲進這個果肉裡面 那我們啊 再把它蓋上去 我們就可以去微波加熱囉 微波我會轉到1 那 剛微波完的時候 真的有點燙 可是啊 用這個灑叉子 進去搓搓搓 這個水啊 就很容易就出來 這個果汁 柳丁汁就很容易就出來囉 這就是三顆柳丁 擠出來的柳丁汁 熱熱的 有點鮮鮮的 很好喝嗎 好喝 有笑嗎 有笑 有笑